请问你最喜欢OMOTA 5的什么功能呢? OMOTA 5到底有没有力? X50真的是比较吃油 哦呦!很凉耶! 出油了!第一次带我们的baby cherry上云顶 Let's go! 给你们看看我们的boot OK 之前没有介绍过 这个是一个26寸的 Luggage来的 然后我们整个打指甲进完去 就是刚刚好了 他没有想象中的大 对 勾方啊 看到车牌哦这个 No no no! sensor sensor OK 我依然是我的副驾驶位 我们的驾驶 Can 我包过来当个乘客 开车之前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就是我们上次post了那个照片之后 就有人在下面留言问 为什么可能你不要买EV车呢? 首先就是一 这辆车是阿Can在开的嘛 等他不想plan行程 然后我们又常常有需要用到车 所以 油车比较适合他 其次二就是 可恩是要买电车的 但是呢 就是等过后比较有能力的时候 我真的会有考虑买一个电车啦 但是 Not now 哈哈哈 拜拜 Go 今天这支影片会是一个很 Random随便寄信拍的一个影片 所以可能我们讲话没有这样 formal 所以大家不要见乖 我们就随意发挥了他 就是一个很热肠的一个分享 刚刚阿Can就讲 Omoda 5一个最好的点 他个人觉得很实用 每次跟我讲很有感觉的就是 前面两个座的椅子是有airgon的 每天一上车就问我 有没有吹到屁股冷冷 然后我刚才讲没有 有啦 真热 上车的一个说发热的 你知道吗 每次我都feel不太到 今天我特别feel得到 我刚才跟他讲 我feel到我的屁股 真的是冷冷 是 那个缝哦 从屁股那边上来 诶 现在给大家看看你们最想看的车 那一是因为那天我们只排外面嘛 OK 首先呢 这条是RGB灯 我的门把 这边我觉得晚上拍点会比较明显 因为这边也是有RGB灯的 然后这个Nashport 这边它不是两个啦 就是仿皮革感觉的 然后就是重点 看到没有 说音响咧 开玩笑那边也是 不认真沉默的失踪 又太用心 看透了他的心 他的回忆 清楚的不够看 这个角度是很多人讲很有科技感的 它其实是design到蛮美咯 这边各种button在玩这边 然后它的那个质感也是很好 很舒服很好握的是不是 是是好握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哈 就是你看这种亮面的材质 指纹收集器 你看都指纹了的 所以我要定时就拿布麦一下 然后这边是一个蛮大的screen 但是不够那个电动版本E5那么大啦 但是它也是很大了的 然后现在已经是黏着我的Apple CarPlay CarPlay 我iPhone黏着了的 所以我现在已经在开始导航 然后我播歌全部已经 然后Android Auto也是可以用 但是有一个我要讲啊 我们驾了不小段时间嘛 我Tesla Android Auto啦 是比较顺的 Oper CarPlay 可能是在这辆车上面 它会比较卡一点点 它在滑页面的时候是真的有点滑滑 比较慢比较慢 你看会有卡中的 知道吗 啊 你好像吊针吊针这样子的 然后我点下去 它好像去了24fps那样 对 但是其实这个老实讲 它没有影响很大啦 对于我来讲 因为它其实能够用到 能够开到 其实就OK了的 然后就变 登登登登登 天窗 哈哈哈 但是我看到有人comment说 这个天窗吼 只要自己打开很好笑 其实这块板呢 是我的确是要手动自己拉的啦 但是这个窗是电动的 窗可以语音的 Open Sunroof 有一点值得称赞的就是 Omoda 5的A4S 好冷 CB了我跟你讲 哦我这个还可以再下了 最低可以下到16 我感觉我自己在外国了 哦 为你我手冷风吹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 Wireless Charging的地方 在冲着点 但是只有一边吧 这边是放爽的 为什么这个Plastik还在这边呢 不拆也能用 能留住啦 哈哈哈 我感觉这个Plastik 没有三个都 它都应该是 也不会被拆掉的啦 我这是开了Plastik的 这个是没有开Plastik的 证明那个有用 这个没有用嘛 放水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的冰箱 小冰箱 就是出trip的时候啊 我会在这边放饼干 然后还有放水 然后甚至软糖也可以 因为它里面是一个Chiller来的 它是很冷 薄冷的 软糖都不会热成一团那样子 红酒一针子 然后下面这边就有两个充电口 一个C口 一个A口 然后这边是可以放Bag这样子啦 我要展示一下 你们看到吗 这边有一个灯 就展示左边Lane是有车的 怕大家觉得我耍咕 但是事实上我都是耍咕啦 我们之前的ASEA是没有这些功能的 然后旁边有车就靠你眼睛自己去看的 没有这些功能 我们ASEA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MAXIEA也没有 搞不好新的ASEA有了 就是我的ASEA没有 MAXIEA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小金毛的毛 我们做成了一个项链纪念它 就可以掉在车 然后因为它很喜欢坐车去斗沟 所以我们掉在车 以后我们去到那里就带着它去的 MAXIEA去玩了上云顶 Bag Boy 快快答请问你最喜欢OMOTA 5的什么功能呢 请说出来 好加哦 容易控制啊 我朋友有一个讲的 就是怎样那个车才能驾得好 在仰切好 仰 它游的时候我觉得 怕它就来 怕它就有来 有车是Legade的吗 呃 有了有ASEA 讲真的不要一直攻击ASEA 我们从ASEA身上来咧 就一定是非常有感了的 因为那个体验感就差很远嘛 价钱都懂哦 那体验感也肯定是不一样啦 加上中国车现在的横卷 它就把很多功能给完你哦 然后让你体验到一下上千套的感觉 快玩快答二 讲一讲你作为passenter的 那边的感受 首先位置就大了很多啦 因为我的大腿旁边 原来还有这样多位置哦 真是 Cushion上面是一栋栋的 所以它是比较透风的 还有一个点就是 我开车门的时候很有感 因为我开车门的时候 它那个Side Mirror照下来 地上有Omoda 5的那个字啊 那感觉很爽的 也是晚上的时候 你看到的时候你觉得 哇 放水的位置 在这边两个 然后旁边还有就蛮多啦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动作其实是真的很好 因为我很怕我back 给Motor抢掉嘛 所以我就会放下面咯 它充电的那个port 是快充 嗯 我Trash我iPhone很快 Yeah 入正题了 我关于到很多人问的 Omoda 5到底有没有力 现在有准备上云顶了吗 嗯 你在开什么Mode 我现在用的是Sport Mode Sport Mode OK OK按一下Mode Eco跟Sport Mode 根据我们的经验咧 其实是开Sport Mode更省油了 哎呦拿我的相机简 Sport Mode有力吗 Sport有的啦 Sport是比较有的 但是我真的是要讲咯 我们其实之前有借过朋友的X50 加一个礼拜 Omoda 5已经加了一个月啦 X50真的是比较刺油 那时候我试驾嘛 10天把两缸满了 一缸平均跑330分 Omoda 5我try啦 目前的话啦 嗯 最刺油的时候我跑390分 最省油的时候跑440分 虽然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啦 但是感觉就是X50真的是很刺油就对了 而且不只是我们讲啊 身边朋友就连车组X50车组都是这样讲的 都劝推哦 嗯 OK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云顶半山 就是我们还没有正式上闪 现在更定Premium Outlet 还有半个钟的车车 我们就可以上到云顶了 等下就是真正挑战的时候啦 就是上那个很斜的斜坡 诶 司机开车二位 诶 是我 等一下 我们借多了一个人 我哥哥 多少KG啊 100 100 100 好不好做 有什么感受 暂时还不知道 等下就知道 嗯 讲不好做就直接丢他下车就对了 这里有个button的 啊 这个保着谁看到 这里右边 哦 右边 啊 按住3秒之后 我好像在这样压车 但是我觉得我们第一次上山 我们不要在Manual 我们试试用Auto上山 还洗好走 开窗 吹风 这个是最大的哦 我还讲我要整个人站上去吹风啊 你觉得我能不能出道去 能啦 你一定投还是出道去的 哦呦 很凉耶 太危险了 不可以这样子玩笑回来 搞碗 你看不只是我这样子做的 很多人都是伸一个头出来的 搞碗 Cherry 成功到我们上云顶了 好啦 这个就是一个很随意的 上云顶记录 有有有 有一个很劲啊 我现在都已经不会忘记链车了 它是靠近车就会自己开门 然后我们离开车 10步 以内 以内它就会链门这样子啦 就不用我们自己链 OK 就这样结束 拜拜 拜拜